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昨天国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因为高雄城中城大楼半夜发生大火 夺走46条人命 高雄市长陈其迈两度90度的鞠躬道歉 强调不会逃避任何的责任 而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赖清德 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捐出了一个月的所得 要来帮助受灾户 还有罹难者的家属 也承诺绝对会尽全力来协助咒灾 尽快厘清灾难发生的原因 而在北台湾 我们的国会今天还是闹哄哄 因为礼拜二的一句每更小的风波 国民党坚持就是不放过苏贞昌 今天在场内场外是夹攻苏院长 为了不让苏贞昌上台背询 国民党团还临时提出了散会动议 好 目前国会现场的状况如何 我们稍后也会一起来掌握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3Q立委罢免案 倒数八天了 好 今天陈伯伟的苦行行程 是来到严家 严清彪家族的大本营 也就是杀戮区 我们稍后也会一起来关注 我们先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的是民进党新北西医员李昆成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卓冠廷 孟起好 国政朋友 大家好 稍后还会有民进党新竹西医员李延会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在稍后指挥中心记者会连线之前 我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好 今天立法院同样是一团乱 因为前几天呢 苏院长跟郑立文在立法院的互杠 好 郑立文呛瞎说 最后恐怕第一个投降的就是你苏院长 那第二个呢就是总统蔡英文 这一番投降说真的踩到了苏贞昌院长的底线 好 苏院长就呛瞎说 绝对不像你们这里不见笑啦 好 国民党因为这一句不要脸呢 坚持要苏魁来道歉 好 甚至费洪泰说呢 如果苏贞昌不到歉的话 见一次就骂一次 好 甚至现在国民党把风向带到哪里去 把风向带到性别的议题 好 叶玉兰今天就说啦 苏贞昌倒果为因 颠倒是非 乱说一通 更说什么 这个苏贞昌骂女性不要脸 是说人家不知廉耻 不守复道 对一个认真直询的国会议员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言语事后呢还颠倒是非 好 国民党把风向带到这边呢 我们稍后再一起来讨论 赶快先来看到的是今天呢 机关署指挥中心最新的记者会 我们今天我们的本土病例是零 那有四例境外移入另外零死亡个案 那这四例境外移入的个案 是一例男性三例女性 那临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 那分别来自一岸是印尼 一岸是美国 那一岸是菲律宾 另外还有一岸是蒙古 入境日是在于10月1号到10月13日之间 那另外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有针对第十一期的部分 有加开了这个BNT的第一级的预约对象 那主要的符合资格的对象是 10月13号前 就是你有 在预约平台上面 有登记过的 那是44岁以上民众 那预约第一级的都可以 所以我们预约时间事实上就是今天上 五十点到下五六点 那施打时期是在17号到10月21号 那最新的统计是 昨天有二十多岁 病毒量并不高 可能是先前已经确诊过 或者是没有确诊过 但是是已经感染一阵之后 那被我们这边验到是属于一个富氧 或是残氧的一个状况 所以 大概也是反映在我们目前雕塔检验出来的情形 比较少一点 那 另外再补充就是今天的四例的进化移入病例 这四例都有打过两剂的疫苗 对不起 都有打过疫苗 而且都是属于突破性的感染 那其中虚号一跟虚号四 都是分别接种过两剂的科兴的疫苗 那虚号二是接种过两剂的莫德纳疫苗 虚号三则是接种过一剂的交生的疫苗 所以这四位都是有完整接种的一个 记录 那但是在我们这边还是确诊 确诊的CT值是介于31到35之间 所以也是属于一个病毒量并不高的一个状况 那其中后三位是在这个检疫期满的时候 采检确诊的 那在另外口头补充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境外移入 突破性感染的一个统计 从7月2号到10月15号 总计我们有公布了510例的境外移入病例 今天公布的4例在内510例 那其中有145例是属于突破性的感染 在占整个510例当中的28.4% 那这个大家可能好奇说接种的疫苗厂牌 主要是哪些 那其中最多的就是 BNT疫苗占这个145例里面的52例 那AZ疫苗其次是占33例 那第三名的话是科兴 占20例 那接下来有嬌生11例 莫德纳10例 跟国药疫苗9例 大概常见的这个牌子都有 这个大概都是反映 就是说入境的旅客 在国外比较容易接种到的厂牌 倒不一定是跟这个厂牌本身的保护力 直接相关 所以这个数据提供给大家参考 不过解读上还是 呼吁大家就是说 虽然有少数的突破性感染 不过占整个接种行情来看 应该大部分接种的 民众还是会降低这个感染跟后续得到 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还是要去完整的接种疫苗 以上报告 好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请 你好 东森提问 想要问这第11轮的疫苗 紧急加开10月13号前 议员登记那么44岁以上的民众 但很多在双北的民众 他们打开预约平台发现 通通都是额满 然后没有额满的 反而是在台中或高雄 然后他们就好奇说 所以他们这样是要跨 县市施党吗 因为双北完全找不到地方可以预约 谢谢 目前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针对 目前11轮 就是我们还有 整个BNT的部分还有11万 11.2万的这个名额还没额满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其实就是开放 先开放 这个 我们其实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先前都已经 符合预约资格了 第10期跟第11期 有符合预约资格 但他们可能都没有来 来这个预约 所以我们就再加开一次让他们来预约 到目前为止 有4万多人来来预约 所以我目前其实就是先针对11期可以预约的 就先预约 那如果没办法预约 就是到第12期里面 再继续再预约都没问题 对 那请 谢谢 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第一个想请问说 目前台湾累计 有通报打疫苗以后出现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案例 现在是有多少 那第二个要追问说 指挥中心有没有针对这些个案进行 关怀或追踪 那目前个案恢复的情况 以及是否有人目前在医院观察 谢谢 就是 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我们在追踪归类的部分 大概会有落差 我现在告诉你们 就是在10月6号为止 我们目前就是有关 这4个厂牌的心肌炎跟心包膜炎 总共有27位 其中 A例是8位 莫德纳是13位 那BNT是6位 那这6位跟BNT相关的都是 大概是13岁到16岁之间 那这个都已经出院了 那 这是 就是我们 后续的 我们会再跟各位报告 在下个礼拜他的这个 继续的其他个案 好 今天本土能是佳玲 我们是在武零确诊 在关心完疫后呢 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 国会里面因为这句没更小 这句话的风波幻炎烧 好 今天国民党号召一大群的群众 还有妇女团体要来呛瞎哦 在立法院内外是要来夹工院长苏贞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稍早最新的状况 下台 苏贞昌 下台 苏贞昌 下台 立法院外头一早超热闹 直到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来备巡 赖因绕来群众呛声 要苏贞昌到前下台 警方也是有备而来 早早部署 对 因为我们有情报好像有 有抗议的团体会来 那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 要有点戒备这样子 担心耽误一事 苏贞昌提早一个小时 抵达立法院 不过国民党立委 哪那么容易放过他 早就料狠话 要进一次骂一次的费洪态 在国事论坛打头阵 最没有风度 列入世界纪录的 会骂女生 国会议员的女生 用三四星那么粗俗的话 这个人就叫苏贞昌 会骂人的苏贞昌 好好的漱口不要 国家安全不是靠扫板 不是靠口水 我诚恳在这里说 真正打仗美军真的不会来 大家放心 靠自己 道具传品编 唱编扫板还有一大把 国民党立委李德维 还将苏贞昌和郑立文质询的袋子 原因重现 不过只吸引苏贞昌 短短几秒钟 无论国民党如何校正 他老行宰宰坐在台下读资料 偶尔和后面的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讨论公事 而世界女主角 郑立文晚晚才进场 也只是静静坐在场边 倒是国民党立委车轮站站不够 再度祭出拖延战术 打算不让苏贞昌上台背询 国民党临时提案要求散会 要苏贞昌南下高雄为城中城火灾作证 立法院长尤锡昌短暂宣布休息 但重新开会时 国民党团总招费洪泰又抓狂 好 按您七分钟 我们对于立法院非常的尊重 也期待议事能够顺利运作 让应该有的育儿津贴 老人照顾 公共安全 国防需要 都能够顺利上路 这也是立法委员的责任 至于任何人身攻击 其实大可不必 苏贞昌说之以利 不愿再和蓝淫硬碰硬 毕竟若无法完成咨询 可怕 全民受害 我们看到今天一早 我们的国会呢 好像又被瘫痪 又再度空转了 先来请教从国会赶过来的 这个红鹿委员 到底今天早上状况是怎么样 国民党呢 不不仅是这个杯格搗乱 今天还出了一招新招 说要直接散会 要苏贞昌去救救高雄 好 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请教委员 国民党很简单的讲 我个人感觉就是来乱的啦 就是来乱的啦 他就是要让你会开不成啦 所有有今天早上有看报纸 或昨天有看新闻的人 都知道 是 昨天下午 苏贞昌院长就已经赶到高雄了啊 昨天就已经去了啊 对不对 那你今天还要说立法院休息 然后再叫苏院长再去一次 他都没有看到看到新闻 看到报纸昨天已经下去了 所以他这个根本 国民党根本就是借口 他就是要提上会 上会不成之后呢 表决書的时候 他在逐条一条一条来 所以我们刚刚也是这样弄到很晚 我还怕来不及来来赶到节目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 我跟你讲 国民党所有的东西 都用一个借口 然后去合理化 然后好像是他是对的 可是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背后都不是 你知道今天有个很重要的案子 总预算案要复委 总预算如果没有复委 我跟你讲 各个委员会都没有办法去审查 明年度的总预算 那现在已经十月中了 那你还不让我们的总预算通过 还没有通过就是要委员会 你国民党你的真正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的总预算 能够复委 然后能够各委员会去审查 这才是今天国民党 瘫痪意识最主要的目的 我再说一次 国民党今天瘫痪整个立法院院会的意识 他最主要目的就是不让总预算可以复委 不让总预算可以到各个委员会去审查 他就是要让我们总预算不能通过 这是他今天所有这些闹剧的最主要目的 我跟你讲 我上网查了一下高雄市议会今天也在开会 高雄市议会 高雄市议会也在开会啊 对不对 那高雄市议会要开会 你国民党来这样子说 那我们立法院不要开了 要让行政院长下去 第一个行政院长昨天就下去 第二个你就是人家说的薪水小偷啊 那你今天又不开会 到底要乱多久啊 对啊你又不开会啊 今天所有的人家的官员全部都在那里了 你要总咨询也好 你要什么的 你就算对这个高雄火灾 你有什么要问的 也都可以第一个时间问啊 所以国民党真正的目的 是不让总预算可以去审查 这是我要再强调的 他真正的目的 不要再强调了啦 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这样子 因为今天的议程很重要 就是在这里 不然为什么我们民进党的委员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就轮班 然后半夜什么都在门口顾 我们就是要让总预算 能够让今天能够 透过大会然后到委员会可以去审查预算 这是今天的议程最重要的一个 还好人够多表决有赢他 不然总预算又没有办法了 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人比较多啦 所以人数优势否决了他们这个散会的动议 对啊他的散会的真正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要救灾 就是不让总预算去审查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重头戏是在这里 美国就是在这里啦 那你说国民党他就用一堆借口在这边乱 在这边什么 国民党每次都是扭曲事实 然后把一个事件的主体 把他扭曲了 然后把他用其他的事情来合理化他们要的 而且那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事件主要的目的 我举今天刚刚讲的一个掃把的事情 掃把的事情上一次人家院长是想说 我如果就存一支掃手我也会拼 这个就是宣示出 我要拼到一兵一组的决心 结果国民党 对 结果国民党他就是拿这个来讲 你拿掃把什么跟人家打啦 然后呢 你这个美国啊 刚刚我说我来讲 美国绝对不会来啦 就是一天到晚扭曲不一样的事实 弄一个一个掃把这样来扭曲所有的东西 那个就是宣示捍卫决心 我有看过一部电影的叫做那个 《最黑暗的时代》 那时候是讲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呢 邱吉尔 英国首相邱吉尔 他有一天在搭地铁 然后遇到他们一个妇人 英国伦敦的妇人 他就问她说 如果希特勒打到伦敦来怎么办 人家那个妇人就说 我剩下一只哨把要跟他拼 这就是展现全民要去拼的决心嘛 这个第一个哨把不是重点 哨把是我们也剩下一只哨把 都要拼到最后一兵一组 这才是真正的原理 可是国民党不这样子啊 他就故意扭曲说哨把怎么打仗 那再来 郑立文他去说总统跟行政院长会投降 这是多大的事情 如果你行政院长在那当天 当下没有马上立刻做出很严正的反驳 做出一个让全世界 甚至国人放心的一个驳斥的话 我跟你讲 这隔天变成大新闻 这不只是国内的新闻 这整个整个亚洲地区 你们的行政院长在立法院被咨询 说你要投降 结果你们也都没有说话 那你们是不是真的要投降 那有没有想过这个引起的整个的 外交圈的这个反应有多大 然后我们国内的信心有多大 这我任何人当行政院长 我想我相信都会很抑郑言辞的 去跟他讲这个绝对不是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才是我们在他的咨询里面的 重点是在这里 结果国民党又开始用不建设三个字 又来转移了这个目标 而且苏院长他讲的不是 所以他不是对郑立文讲 如果听我台语的都知道 他不是说你 他是说你 台语的你所有人是指你们国民党 他不是说郑立文政委员 这边我们必须要讲得很清楚 台语美丽就在这里 你跟你差很多 你看国民党就故意把他扭曲 说他是对郑立文 个人 你是听不懂台语 还是你故意到现在 还要再来扭曲台语 要来消灭我们台语 这个国民党就是都用这种招数 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就是说 苏院长就是展现出 我们站到一兵一组 我们都要站了 我们如何去守卫台湾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他那一天要这样说 何值潜见要不要购买的问题 我跟你讲 基本上就是在挖洞 不是给苏院长跳哦 是挖洞要害台湾哦 我认为那个真的是很恶劣 那个配合共产党的 为什么如果何值潜见台湾有的话 那整个区域的平衡 就都失衡了 你看中共会被第一个跳脚 然后整个都乱掉了 而且我们现在就有八艘的潜见在做了 这个东西啊 他们这个质询里面 其实在背后隐藏的那个意义 其实都是要让台湾整个乱掉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随着国民党的脚步了 这个不更小跟少把 这都是他们故意衍生出来的一个 要去把他们做他们的事情 合理化的一个借口而已 苏院长不随国民党起舞 我们看到苏院长 其实昨天呢 再次呢对媒体受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国家安全是不得玩弄的 三军统帅不得污蔑哦 那另外也讲到人身攻击 大可不必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郑立文呢 昨天还呛说 如果爸妈没有把苏贞昌教好 所有女生要教他勇于道歉 好讲到这个女生女性 我们先来请教这个言会议员 同样是身为女性 今天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呢 是号召了很多的妇女团体 很多的群众 要来对苏贞昌嗆瞎 包括陈玉珍还讲到说 觉得苏院长情绪控管 有很严重的问题 请他要不要去心理资商 除此之外 叶玉兰讲得更直接了 她说苏贞昌用台语 骂这个不更小 她说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女生不知廉恥不守复道 颜慧议员你有看过直询的那一整段 这中间所有的来龙去脉 到底哪里有讲到跟复道 跟民捷有关的 完全没有啊 国民党怎么会这样解释呢 就像刚刚鸿路委员说的 我觉得国民党很习惯 把不同层次的问题 然后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把低层次的问题 跟苏贞昌院长在讲的 国家安全国防 台湾的全球战略之类的 这么重要的议题把它挂钩 然后呢现在又进一步 可能刚刚之前那一次没有用 所以她第二次又开始 把她跟女性挂在一起 那其实郑立文委员她的新闻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看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其实都很口水 然后她就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企图用一些很口水 很很很低俗 但是又很聪动的一些情绪性的字眼 来刺激这个台湾的民众的注意力 然后强迫大家要去听她说话 用很犀利的语言 我刚刚她那个画面其实没有声音出来 可是光是看她的动作 跟她那个咄咄逼人的口 那个手势 还有那个 你看你看她那个手那样子 那种比的那种嘴脸 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刚刚又听到说 主持人说扯到女生 我觉得这跟女生有什么关系 不能够因为你是女生 然后你就觉得 所有的女生都被骂 那像我是女生 我要跳出来抗议 因为我不想要跟你站在一起 被列为等号啊 好像化成同一圈 尤其是国民党立委陈玉政还说 她觉得这样子就是 说什么不守复道 董台语的人都知道 这根本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两句完全不一样的字 这要看前后文的好不好 他用这个女性这两个字 然后今天就找了国民党的女性名代 还有复工会 然后都到这个立法院去抗议 企图把台湾所有的女性脱下水 好像看起来营造跟珍丽文站在同一边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去跟苏贞商院场做对抗 因为他欺负女性 我觉得真正的有女性意识 我们现在不要说女性 我们现在说性别平等 对如果要单纯把女性讲出来的话 其实他身为一个立委 他过去的一些针对别人所做的人身攻击 我们不要分性别好了 其实单纯的就人身攻击 作为一个女性之前 你更基本你就是一个人嘛 对于人格的舞面 对于他对他他人所做的人身攻击 你是不是要道歉 那这些东西他就假装没有听到 假装不知道 他完全都忽略 他觉得那些一点都不重要 不足挂齿 但是人家如果说他不硬 是不可以 这样就穷凶恶极 然后万恶不赦 但是我相信明眼的台湾民众 看了之后一定很清楚 因为就像刚刚红鹿委员说的 其实国民党一直在企图操作的 是瘫痪跟杯葛 我们行政院的意识跟总质询 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质询 台湾民众看了已经非常非常的厌恶了 我记得我在两个礼拜之前上节目 那时候就在讲这个题目了 怎么到现在还在瘫痪 然后还在杯葛 所以陈仲诚的事情 那昨天发生的事情很不幸 然后大家都很遗憾 也觉得心情很沉重 这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到 但是就国民党的操作来看 看不到一丝一毫 对于陈仲诚这个事件真正的关注 他们其实真的在做的就是以这个作为假议 来包裹他们想要杯葛跟瘫痪意识的作为 那我相信如果昨天没有发生那件意外事情的话 他们还有其他的备案啊 就好像可能会把郑立文再拖出来 在抗议啊 然后原来之前上个之前两个礼拜前 苏院长的上台报告 也被杯葛啊也被抗议啊 然后也被要求道歉啊 就是不让他讲 其实就是要瘫痪 然后就是不让意识能够顺利进行 那这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给国民党更大的压力 就你一直瘫痪意识你到底动机是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乱呢 难道说这些国家的预算 对你来讲不重要吗 如果你真的关心城中城的大火的事情的话 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利用立法院 全国的媒体都在那里的机会 然后我们的一级官员全国重要的官员 都在那里的机会 你也可以咨询 你也可以找资料 你也可以问 或者是你可以对媒体发声 其实有很多认真的工作可以做 而不是只是在那里杯葛抗议 然后拿一支沙巴出来挥一挥 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国会议员的层次来讲 那都太简单了 当国民党的立委好简单啊 好像都不用做功课 他们只要喷喷口水 然后好像会烧烈就糟了 就贏了人啊 但这些东西 现在有智慧的台湾民众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是大家都看有啦 其实大家的评价是很差的 尤其是我觉得郑立文委员 我小的时候常常看他的政论节目 然后小的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就是 好像是年轻一辈的人 大家很崇拜欣赏的对象 可是就会觉得说 经过这几年来 就是我们的民主素质跟素养 一直都在提升 公民意识一直都在提升 他个人的问证的内涵 也应该要与时俱进 因为这是全民都在检验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郑立文 他不断在呛这个苏贞昌 说这个爸妈没有教好 所有女生要教他勇于道歉 其实刚才听完这个言会议员的分析 其实真的不是索女性都像国民党这样讲的 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 其实包括郑立文还讲到说什么 作为第一个女性总统 他在讲蔡英文 他说蔡英文出来力挺苏贞昌 是把女性的面子 女性的脸都丢光了 他就企图一直关键的字要勾女性 希望全国女性都跟他站在一起 一起公分这样子 但其实大家的这个眼睛都是非常雪亮的 是非对错都分得清楚 因为郑立文一直呛苏贞昌 说什么爸妈没教好 不过他过去针对这个乌龙爆料的田耳案 对图醒哲落井下石 从2002年到现在2021年 这个事情过了快要20年 要20年啊 郑立文还是没有道歉 昨天媒体受访的时候 郑立文他一副不痛不痒 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说 这件事情只是小事啊 根本就不足挂齿 我们先稍微收洗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